云霄宇继遵义城 老城子引路96号 一座青砖带碗的二层小楼静静矗立 这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 1935年初就是在这间节有27平方米 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 召开了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迂回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黄志力告诉记者 刘伯成元帅曾回忆说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 全军振奋 好像拨开重物 看见了阳光 一切一律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